看了這個月底 真似味 一些人在夜市都可以買到 紙蚊子球 結果這間賣特別不一樣 真像酒頭這樣頂尾 身體這個品種在人面前報問 報這段壓批 他就說他為夜市買這包紙蚊子球 倒回去家裡 結果他說 加下去哪鐵字 摸起來哪鐵鬼 頂尾尾 加不下去 他準備要做事件來看看 他說拿炸板卡 炸板都貓下去 拿鐵板卡 輕輕輕輕 一些網友看著鴨皮 都笑得變過 說他買到的 不是這些 是最新興趣的武器 紅色的球拿在手臉 對炸板這樣扣下去 炸板刷下去扣毛下去 球本身跟你親情有成功 給負責都沒有安全 毛燈大對鴿 炸板打輸 後來派出這個鐵板來出錢 鐵板出來把它結下去 輕一聲 這顆紅色的球到底是什麼火 來來來 趕來趕看 這顆紅色的球怎麼會 像是在賣的 韓智康球咧 不過是怎麼會這樣 硬磋磋 去買到這個鐵字的韓智康球 民眾感覺很無奈 他在那邊找的社團上面報問 誰說他買這個韓智球 吃幾顆粒 吹去刷崩起 再來附近鴨皮 引起一個禮的討論 有網友說這根本就是瓶碰嘛 也有網友在供起班 只說他去買到新興的武器 老爺的文章幾大堆 讓網友笑到要翻過 很想吃粒瓜球嘛 就去買粒瓜球來吃 所以一放到嘴裡就立刻想去用力咬 牙齦就很痛了 之前就是有表硬 可是沒有到這麼硬 我還可能反覆炸太久 他會這樣 買到這個韓智康的民眾 他親身來說 其實他在這間店買這個韓智球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不過這邊這麼長的韓智球 在過期都不會看過 妖怪說是這個店家 少年刷跟鎮幾樓邊 才會變成這樣 他在說實在有夠陷 買到桌回去找店家的時候 對方已經關門了 民眾說希望這個店家 可以做好拼一個觀光 這樣主顧客才顧得住 去這裡總會補兜